那么说起中国大陆去年的房地产市场可以用高烧不退四个字来形容 不过进入2014年以来 多位业内的大腕还有专家以及学者都表达了他们对楼市的不同看法 像华远地产的董事长任志强十几年来第一次提出了房地产风险的说法 大陆经济学家谢国忠甚至预测 大陆的房价在2014年会下跌50% 去年大陆新建商品住宅与上年同月相比 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一个 上涨的城市有69个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 年度涨幅都超过了20% 而去年房地产企业全年销售额超过百亿的达71家 有6家房企更是突破1000亿 21号大陆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 在一个地产颁奖典礼上表示 目前最担心的是 大陆房地产开发商还认为 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保持着和去年一样的涨幅 他说 我做了十几年房地产报告 今年第一次提出风险两个字 他预测 今年房企销售增速可能不到10% 1月18号 在一个地产峰会上 任志强指出 由于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错误 导致供求关系逐步恶化 今年房价增幅下滑是必然的 大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也表示 很多二线城市已经出现房子卖不动的迹象 再加上流动性收紧 大可不必担心 今年房价会飙升 大陆经济学家谢国中 日前接受北京全球财经新建地 BWChinese中文网站的专访时指出 最后一波房地产泡沫是靠高利贷推起的 现在高利贷出了问题 房价也支撑不住了 他预测今年大陆房价会下跌50% 而大陆经济学者杨斌认为 大陆房价非常不合理 但要下跌没那么简单 而大陆经济学者毛于世表示 房产泡沫的形成有四个原因 一个是经济的高增长 二一个是收入分配的不平均 三一个是富人的钱 没有地方去投资 四一个是土地政策 这个市场被垄断了 降到50%就是泡沫破裂 那很糟糕的 建筑业有几百万人就业 只要失业了 房地产的上游下游的工业 都要受影响 整个GDP要降低下来 不过大陆资深地产策划人 威虎日前发表博文 土地盛宴让地方政府成土豪 文中指出 这些年来全球经济中国一直独秀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房地产的高速发展 中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 最近也向媒体表示 确实有政府主导 推动着城镇化绑架房地产的现象 在现有体制下 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大 不得不靠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 为了偿债 房地产成为二财政和提款机 有的地方甚至成为主财政和摇钱树 谢国中认为 房产泡沫破灭 对中国是大好事 杨斌也表示 房价高 只有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得利 据官方粗略估计 地方政府和银行2012年从房地产获得收入 4万7917亿元 占全年房地产业销售额 6万4千亿元的75% 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拿走的土地出让金 和税费比例偏高 已成不争的事实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最近报道说 大陆的房产市场令人担忧 一些富商巨股 如中国最大住宅开发商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和香港首富李嘉诚 都已经对大陆房产的泡沫化现象 采取应变措施